第34章 悠悠30年 对于眼前不朽中的宗师级人物真眼王 罗锋是心怀感激的 当初我刚来混沌城 仅仅只是小人物 真眼王略意指点 让我刚开始就走上最正确道路 或许对他而言只是随意指点 可对我而言怕是影响到将来亿万年 罗锋恭敬贵福下 按照混沌城的规矩 在上千名修炼者注视下 恭敬喊道 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 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 声音回荡开去 上千名修炼者都看向真眼王 收不收 真眼王看着罗锋 朗声笑道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真眼王的弟子 哗 下方一阵哗然 随我来 真眼王起身 带着身后一群徒弟 罗锋也跟随而去 什么真眼王收罗锋为徒 容貌俊美的古斯罗 眉头微皱 现在罗锋 伯兰 都有不朽中的宗师级存在当老师 而容军更是由宇宙国主当老师 他们本来就领先 现在还有老师在一旁指点 进步肯定更快 古斯罗一咬牙 必须得抓紧时间 尽早闯过第三层 这样才能败师 疯子 果然不能小事 修炼场内 满身汗水的容军低沉道 我的对手 不单单是伯兰 还有一个罗锋 靠 真眼王收徒 满卡星王子殿下乌卡 只能低吼一声 去努力拼命 这群天才们 各个感觉到了压力 因为想败不朽宗师级人物 为老师 并不容易 首先 闯过第三层是先决条件 而一般每一届天才战 选出的一千人 能够在混沌城三十年 闯进前三层的 屈指可数 历届天才战 冲过前三层的很多时候 不足五个 即使是某一届的天才 聚集极多 也不超过十个 就算通过前三层 那些不朽宗的宗师人物 也很少收徒 这些老怪物 大多存在亿万年 很久很久 才会真正收一个徒弟的 时间流逝 这一群天才们 没有谁会松懈 特别是他们前面 还有大量目标 需要追赶时 这些天才们 爆发出惊人的动力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再来到混沌城的 第十三年 荣军闯过通天桥 第三层 再来到混沌城的 第十九年 罗锋闯过通天桥 第四层 而当天 柏兰就闯过通天桥 第五层 他们二人 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这一天 野次 鸡的荣军等 一批人去尝试闯 可却没人能够突破 再来到混沌城的第二十一年 乌卡闯过通天桥第三层 来到混沌城第二十五年 龙云 加莱西通过通天桥第三层 来到混沌城第二十八年 千水通过通天桥第三层 转眼 三十年已过 混沌城内 真眼王的府邸中 罗锋 还有十天 你就要离开混沌城 真眼王笑看着罗锋 离开后 修炼上如果遇到什么难题 可以问我 至于其他一些世俗的事 希望你自己能解决 除非是遇到真正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再来找老师 明白吗 是 老师 依旧穿着贴身的 深红色战衣的黑色短发青年站在那 虽然和真眼王等其他人比 显得瘦小 可是那股隐隐收敛的凶悍气息 确实让人心惊 和三十年前刚来混沌城时相比 已经没了当年的稚嫩 有的是一种凶悍 那是感悟宇宙本源法则和骨子里性格融合后 形成的一种特殊气质 嗯 真眼王满意点头 对这徒弟 他是非常非常满意 去吧 真眼王笑道 罗锋重重跪下 这令真眼王皱眉连道 起来 谢老师二十年的教导 罗锋贵福道 徒儿一定不辜负老师期望 此刻心中 罗锋满心感激 眼前这个长着金色绒毛 就跟金毛猿人似的大汉 虽然地位极高 可平常对待徒弟 却很亲切 二十年 罗锋活到如今 才活多久 对之前的老师 与莫星主人忽颜博 虽然感激 可毕竟没真正相处 可在混沌城 自己和真眼王 却是相处了二十年 二十年下来 那股师徒感情自然很是浓郁 哈哈 不辜负我的期望 真眼王摸了摸下巴上的毛发 笑了起来 我对第一个目标 是给我尽原始秘境 第二个目标 称为不朽且封王 明白不 是 罗锋回答得铿锵有力 哈哈 我无数年来 收徒尽百 真正踏入不朽 且封王的徒弟 也就你三师兄一个 真眼王笑眯眯 我现在就看你了 罗锋很清楚 老师一共收徒九十二个 已经陨落二十三位 现在跟随老师在混沌城的 仅仅三十五个 封侯的有一些 封王的仅仅一个 是三师兄 名叫铁军 是拿卡蒙族的超级强者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败在老师门下 老师生存一万年 能被称得上三师兄 那绝对是上一年之前 收的徒弟了 现如今 三师兄是一群 师兄弟的偶像 铁军 封号是 是血王 论名气 比老师真眼王还强点 当然 老师是极为接近 宇宙国主的存在 论实力 是比三师兄强的 去吧 去吧 真眼王微笑摆手 是 罗锋起身离去 走出老师的府邸 回头看了一眼 心中有些复杂 上次是离开地球 这次是离开老师 罗锋摇头 你还年轻 等你修炼千万年后 你就会习惯了 脑海中传来巴巴塔的声音 好了 罗锋皱眉道 修炼千万年 那是以后的事 我现在到如今 活了还不足百年 没必要说那么遥远的事 走在街道上 罗锋铠探 三十年 一晃而过 罗锋心中愉悦 比来时 已然强多了 地球人身体 因为一直没修炼 所以一直保持在 宇宙级一界 不过等出了混沌嘛 只要去生命之谈 很容易就能达到 宇宙级九阶 实际上 自己没有瓶颈 完全能够直接一口气突破到 玉主级 磨砂族分身和金角巨兽 级别一样 因为在来初始宇宙之前 罗锋就准备了大量的体内世界 在玉主及时需要的金属 所以是保持正常进化的 混沌城一共三十年 前十年多点 突破到玉主级一界 而玉主级一界到三界 需要一百五十年 四界到六界需要六百年 七界到九界需要三千六百年 玉主级九界突破到戒主级 需要五千年左右 在玉主级使用的最佳金属组合 也只能将进化效率提高到五十二倍 在混沌城的二十年 就差不多相当于正常进化超过一千年 所以 现如今金角巨兽 磨砂族分身 都已经达到玉主级六界 我如果去生命之谈 进化到宇宙级九界就要停止 如果进化到玉主级罗锋暗道 那就麻烦了 按理说 玉主一界是可以直接强行进化到 玉主级九界 可是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的提升是受体内世界限制的 体内世界是玉主级六界 那么提升到玉主级六界之前 没有任何瓶颈 可体内世界没提升 身体灵魂想要提升 根本做不到 等金角巨兽 磨砂族分身 达到玉主级九界时 我再让地球人身体 直接提升到玉主级九界 罗锋暗道 在混沌城 还是对宇宙本源感悟进步最大 罗锋感慨 参悟就与混沌碑 再加上老师真眼王的教导 以及飘写密点参悟 进步的确很大 前十年 雾透飘写低套剑法 入门最难 因为有经验诀窍 再加上有老师指点 更何况108套剑法中 属于雨滴图的9套剑法 本来就最容易 所以花费三年功夫 罗锋就雾透第二套剑法 又花费近三年功夫 雾透第三套剑法 越往后 效率反而更高点 在混沌城第28年 罗锋雾透第九套剑法 自此 就与混沌碑 低浮图与低图 在罗锋面前 可以说已经没有任何秘密 已经完全雾透 前九套容易 中间27套剑法就难多了 更别说最后72套剑法了 到现在已经快要离开混沌城了 罗锋都没误透第十套剑法 虽然没误出十套剑法 可第二浮图 细语图 我比三年前进步很多 罗锋按道 还有十天就离开混沌城了 在离开之前 再闯一次通天桥 看能否闯过第五层 如果能闯过 还能再参悟一次混沌碑 带着最后的仓物 离开混沌城后 再慢慢吸收 一条大鱼 正在处使宇宙纳部 稳定的混沌中飞行着 这大鱼内部 秉尊者 这一批一千名天才 现如今还有八百一十六名活着 穿着碧玉 铠甲的龙玉王弓身 回答道 其中最优秀的当属伯兰 伯兰现在是通过了通天桥第五层 其次就是罗锋 他通过了第四层 下面就是五位通过通天桥第三层的 这其中表现最惊异的是罗锋 他在混沌城第十九年 就闯过第四层 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是和柏兰实力最接近的 其他十余名不小 都恭敬猴着 而九剑尊者 却是坐在王座上聆听着 微微点头 轻声道 柏兰 罗锋 轰隆隆 飞船继续前进 九剑尊者乘坐飞船 前往混沌城 就是要接回罗锋 他们这一批人 您可以接回罗锋 这一批人 就是要接回罗锋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